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这里是Stream Native的核心团队 像我们的CEO CTO还有联合创始人 都是PALSA BOOKIPER这些考研项目的PMC成员 那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 那么这里再简单讲一下我们的产品 从最底层来看 我们的产品 首先它是一个云原生的架构 所以它能够跑在Cubernetes上 那无论是云上的像Amazon的EKS Google Cloud 微软的Azure 还是阿里巴巴还是腾讯 这些云上的K8S肯定都可以运行的 然后如果是我们私有云场景下的K8S 同样可以运行 那么最右边这里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我们的一些产品的形态 那目前的话我们有三种形态 一种是Cloud Hosted 一种是Cloud Managed 还有一种是Stream Native Platform 那Cloud Hosted这个产品的话 是用户把RJPALSA以及数据完全交付Stream Native来运行 Cloud Managed的是由Stream Native的团队 在用户的环境中 比如用户把他的Amazon的资源 向Stream Native团队开放 那由我们公司帮助用户 在他们的环境中去建立PALSA的机群 去维护PALSA 那Stream Native Platform是个私有云的解决方案 它允许用户自己在自己的资源中 去创建维护自己的PALSA的机群 当然还有我们提供的一些商业化的特性 那中间这一层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Stream Native Platform 它整一个的构成 那它也有两层组成 一层是Computing Layer 一层是Storage Layer 就是计算层和存储层 那计算层我们提供像PALSA 另外还提供PALSA Function 这种轻量级的数据处理和计算引擎 那还有像跟Flink 我们做了一个Connector 能够很好的支持Flink这种实时的计算引擎 那存储层的话 第一个我们接入Bookkeeper 去实现本地的这种高性能高可靠的数据持有化存储 另外我们也提供这种层级存储 第二的Storage 你可以把你的数据offload到S3 HCFS这些二级存储中 然后去提供一个更长时间的一个存储解决法 那再往上一层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本身 能够对接的一些应用 那像基础的Application Messaging 这些消息 不管是你是微服务的 或者其他场景支付场景 或者说通知这种场景的数据 你都可以流入到这个platform中 那如果你是有一些这种ETL的处理的场景 还是说一些实时的数据分析 那都可以依托于我们Stream2 Platform 去得到一个很好的支持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本次演讲中我会涉及到的主要内容 那首先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常见的日制架构 当然这里就以ELK为主 然后就是在日制场景中 我们最常遇到的一些挑战 还有就是我们基于Application POSA 如何去解决这些挑战 最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交流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常见的日制架构 相信大家在自己的工作中 或者说你去网上去搜 这种常见的日制架构的话 大家会发现 ELK是目前应用的 非常广泛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我们可以大致来看一下 ELK的组成 那最左边Bits 那这一块的话 它是一个基于Golang写的一个轻量级的数据采集器 那它的话是部署在你的数据采集端 那它有很多种类 像Filebit专门采中的数据文件 Winlogbit采 Windows的日制 还有Auditbit等等各种bit 它帮你去把你想采集的日制采集好 然后如果数据量比较大 一般公司都会加一个卡夫卡 消息队列 这也是我们今天会着重讲到的地方 然后会再加一层logstash logstash它就是一个 据相比于Bits来讲 它是一个部署在server端的 有更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的一个组件 最后数据会存到Alexa之中 最后再通过Kibana 去做一个可视化的分析呈现 那我们今天的焦点 就在消息队列这一块 为什么很多公司会引入 卡夫卡这个产品 或者是消息队列这个产品 那原因 我理解核心的主要两个原因 是这里列到的 那一个是雪峰捷偶 一个是数据分发 那雪峰捷偶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雪峰就是消息队列 相比于下游的Alexa Search 它有更好的对于高流量的支撑能力 其实在实践中大家有会发现 比如有一些做了一些电商活动 你有一些偶尔的这种高峰的流量 往往是说卡夫卡或者消息队列这一层 完全可以承载住高峰流量 但是下游的Alexa Search 因为它要做很多索引的处理 它已经承载不住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消息队列 做一个对于这种突发的高流量的支撑 那么下游的数据 那顶多你就延迟一会儿 但是我不会丢数据 那捷偶的话也比较好理解 我中间加了消息队列之后 大家可以看 我把数据的采集端跟数据的处理端 就完全解开了 那比如说我后端的解析逻辑 要发生变更的时候 我是不需要停止数据采集的 我只需要把我的后端更新 然后做一个重启就可以了 因为采集端 它不会去做很复杂的处理 它就把数据只要写到队列就好了 那有了这个队列之后 我们就把上下游给解我了 我们的更新升级相对的会更容易 那数据分发的话也比较好理解 这个就是说我进了消息队列之后 我的一份数据可以再多处消费 那比如说我把它写到ES 方便运为人员或者研发人员去查日志 那我也可以把它输出到 比如机器学习组 或者实时的数据分析组 那么他们拿到这些数据之后 可以去做一些实时的分析 或者说一些机器学习的模型的训练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日志场景中 消息队列引入了以后 常见的一些挑战 那第一个挑战是这个日志分析 那所谓日志分析 指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虽然我们比如存了100种日志 但是这100种日志对于运维或者研发来讲 它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比如这100种可能有10种属于我们的核心业务 那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最优先排查 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这个故障最有用的日志 可能就是在这10种日志里面 但是这10种核心日志 并不一定代表它们的量是最大的 那很有可能你有一些比如研发的日志 一些debug级别的日志 也都大家一起放在一起 但是从量上来讲的话 你的debug的这种级别的日志 可能远远高于你的这种核心的业务日志 那一旦你有了这个一个高流量的数据 红风过来的时候 很有可能因为 你的debug的日志同级的增长了 导致说我的一些核心业务的日志 它没有办法被实时的去检索查询到 如果我们有一个办法 比如当出现流量红风的时候 我们可以优先的去保证 我们核心业务的日志的可用性 这样当在流量红风的时候 系统出了问题 我们依然可以去查核心业务日志 因为它们对于我们解决问题 是最有帮助的 那这里就提了一个日志分级 比如我们把不同的日志 打上不同的分级 比如PE、P2、P3、P4 那等级越高的日志 它在流量红风的时候 它可以分到更多的数据的处理的资源 去优先保证PE的日志 它的一个实时性 那你像P3、P4 这种debug级别的日志 我在一些特殊时期 我可以限制住 它的这个数据的处理能力 就顶多延时一些 因为它对于你的运维的报表 或者说解决故障来讲 作用并不是那么大 第二点就是流量的不确定性 所谓流量的不确定性 是说比如电商的场景 做了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的效果怎么样 其实运营的同学也是没法评估的 很有可能突然说 这个活动因为某一个点爆了 大量的用户涌入 那这种时候我们的日志的处理系统 能不能很灵活的去实现扩容和缩容 比如消息对裂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生产和消费的处理能力 能不能及时扩容 比如我有机器 那机器加进去就能生效 而不需要做一些额外的 比如数据搬迁的这种操作 搬迁完之后它才能生效 第三种就是种类繁多 尤其是现在在微服务 比较流行的这种情况下 一个公司内部可能有一两百 甚至上千的这种微服务也不奇怪 那这种情况下 对于研发人员来讲 其实他是想以自己服务为一个力度 去分析日志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日志的消息对裂也好 或者下游的ES也好 我们如何去灵活的适配 这种复杂多变的日志种类 那这也会成为一个挑战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个其实也是对消息对裂 在日志场景中的一些功能 提出了一些要求 那首先看第一个 日志分级 那日志分级 其实对应的消息对裂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要求就是 你能够限速 比如在topic级别 不同种类的日志 我能够限定你的生产的速率 消费的速率 这样的话 其实就能够实现 我们上文讲到的 按照不同的日志的等级 我去分情况 保证你的一个数据的实时性 等级越高 我就完全不限制你的生产 跟消费的速率 那等级越低呢 我就限制你 比如说你每秒 只能生产1000条 消费1000条 甚至说我直接把你停掉 那第二点 流量的不确定性 那这个就是一个 及时扩充容的能力 这个就相对比较简单 那他唯一的要求是说 你能够及时的生效 我新的节点加进来之后 我的生产能力就能够提升上去 我的消费能力就能够提升上去 而不是说我加进来之后 我还要等着数据 搬迁到这个新的节点才能生效 那等你搬迁完 可能这个流量高峰都已经过去了 第三点 容量繁多 那就是 消费队列你要能够支持 无限的这种topic 或者这个分区 因为你能够支持海量的这种topic 那么也就意味着 不管你有多少种这种 为服务 那我都可以按你 不同的这个服务的名称 去给你做分类 甚至说 你想更细力度的去管控你的日志 那这个数目 topic数目不会成为一个瓶颈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基于Apache Pouser 我们如何去提供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Apache Pouser的一个架构 大家看最右边这张图的话 最上面是producer跟consumer 也就是消息的生产者跟消费者 然后下面一层broker 其实就是Apache Pouser的计算层 那这个计算节点本身 它也是无状态的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随时增点节点 那么第三层booke 也就是Apache Bookkeeper这一层 就是我们的数据存储层 那从这套架构上 大家可以看到 Apache Pouser 它采用的是一个 存储与计算分离的架构 而且计算层无状态 即时扩容 而存储层 它具有低延时高吞吐 持久化 并且强一致的特性 计算层和存储层同时 可以去满足你 即时的一些故障转移 或者一些容错的机制 比如说你某一些节点出问题挂了 那这个时候相关的处理 它会自动的完几了 不需要你去做一些人工的处理 另外就是这套架构 它非常适合这种KPS的容器 编排管理平台 那我们就根据 我们上面讲到的一些特性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首先限速的特性 我们来看一下 Kafka和Pouser 在限速这一层级的话 那Kafka的话 它只支持到user ClientID的级别 也就是说 首先你如果你要限速的话 那你就要给不同的用户 给它开不同的权限 其实就我了解 很多用户在自己的使用Kafka中 其实也并没有开用户认证的权限的管理功能了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限速也是broker级别的 那Pouser它能够支持一个你在namespace级别或者topic级别 去做生产跟消费同时的限速 而且它并不会要求说我在用户这个级别 而是说直接在namespace或者topic级别去做限速 那其实它能够很好的去满足用户对于这个不同日子种类 它的一个管理 那即时扩缩容的能力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漫画 这个也是社区的一个用户提供的一个漫画 那对于Kafka来讲 比如大家看这张图 左边Kafka这里有三艘船 那么前面两艘船已经不堪重负了 数据量越来越大 那我加入了第三个船 但是这第三艘船呢 它不能立刻生效 原因是Kafka那边必须 Rail Sun Partition之后 就是说我必须把一些分区挪到这个新的节点上之后 这个新的节点才能生效 因为Kafka的这个分区跟磁盘是强绑定 比如说我一个topic有10个分区 那这10个分区如果已经在前面两艘船上了 你即便第三艘船加进来了 它也不能立刻生效 必须我们重新去分配一下 比如这10个里面 这个前面两艘船占6个 后面占4个 那我把那4个分区挪到这个第三艘船 挪完了之后 第三艘船就发挥作用了 但是反观这个PALSA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艘船进来之后 立刻它就开始承载新的数据了 不需要你做任何额外的操作 那这个的话 原因也是在于PALSA在存储层设计上的一个规划 存储跟计算分离之后 这个存储层 跟计算层 计算层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存储节点 当做自己下一次写入时候 要应用的一块 大家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总的池子 比如之前池子是两个 然后现在进来第三个了 计算层能及时的感知到 现在有三个池子了 那我再去写数据的时候 它就会优先的去选 这个第三个 因为它的存储空间是更多的 那么另外就是从这个消费能力上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对于卡夫卡来讲 即便你加了新的节点 但是它并不会提升你的这个消费能力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这个消费能力 它是有分区数目的一个限制 比如我分区数 一个topic就设了10个 这个时候你顶多消费组那边 有10个并发的消费者 你加11个12个是没有用的 而且卡夫卡那边 它会有比较严重的 这种consumer rebalance的问题 如果大家运维过 卡夫卡的话 应该对这个会比较有感受 那么PALSA这边 它就不太一样 PALSA这边 它的消费能力 是完全不受你的分区数目的限制 那原因也在于说 卡夫卡消费的时候 它是一个拉的模型 而PALSA在消费的时候 它是一个push的模型 然后它的消费者 是允许你跟分区数 不强制要求一样 就是说你的消费者的数目 可以远远的多于分区数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不断的增加 消费者来提升我们的一个消费能力 那再来看一下 这个无限的topic跟partition 那卡夫卡 前面我们也提到 卡夫卡 卡夫卡它随着你partition数的增多 你的数据的处理的 这个延迟下降是非常严重的 另外就是 它的一个追加写的模式 它会退化为随机写 这个怎么理解呢 大家可以去想 卡夫卡 它性能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如果大家看过 早期卡夫卡的设计原理的话 就会知道它应用了这个磁盘的追加写的一个能力 那对于磁盘来讲 你的追加写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你磁盘的一个吞吐 但是如果你分区数增多了 比如说之前我这一个节点上只有10个分区 那这10个分区都追加写 没问题 但是如果比如我的分区数乘1000个了 甚至1万个了 那其实就相当于说我在一块磁盘上 同时写1000个文件 1万个文件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的追加写就退化成了这个随机箱 但反观Pausa的话 那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Pausa它是支持这种百万级别的topic的 并且在你topic非常多的时候 请求言之还是稳定的 另外它的这个topic或者说partition 都是一个逻辑性的概念 你所有的数据 它还有一层叫segment层 那这segment层 其实它是分散在所有的磁盘的 你下一次去写一条消息的时候 这条消息到底写到哪一个磁盘上 其实它是到你写的那一刻才会去决定的 而不像卡普卡 只要你收入在这个分区的 那你肯定要写到这个分区的这个文件里 OK 那Pausa这边的话 它可以永远去保证你追加写的这个模式 那么也就是说Pausa 它当你的topic数或者partition数增加的时候 它整个数据的处理性能还是非常稳定 这里给大家列一个压策的一个结果 那大家可以看左边 这个是一个端套端的延迟 然后不同颜色的线 它代表的是这个不同的排阶神数 然后Y轴的话 它代表的是一个延迟 那你越高的话就代表延迟越高 那X轴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百分位 就是比如90%的这个延迟处在一个水平 99%的延迟处在一个水平 那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 可以看到这个越高的这条线 代表的是这个partition数越多 你比如最高的这条紫色 它是1万个partition 然后这个蓝色是8000个partition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artition数越多 延迟越高 这个延迟甚至夸张到了180秒 对不对 就三分钟的这种情况 端到端的一个延迟 那反观我们Pausa的话 同样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partition数 然后Y轴代表的是一个延迟 X轴的话它也是一个百分位 但是大家注意看这个Y轴它的延迟 它的跨度其实没有像卡夫卡这么严重 就卡夫卡能到180毫秒 但你其实看Pausa这边还是在20毫秒左右 虽然说你这条线在99.9%分位的时候 有一个上扬 但这个上扬其实它还是在一个 在一个相对非常小的一个值 OK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点一下这个链接 去看一下这个亚瑟报告的一个详情 那这里想和大家说的是 Pausa它对于这个多topic 多分区的一个支持 相对于卡夫卡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 会非常适合我们日志场景中 这种这种这种日志繁多的这个问题的解决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ELK的这个架构 那现有的话我们是Failbit到卡夫卡到logsnash 然后到那个search 最后通过Kibana Grafana去做一些这个数据的分析 那我们第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 第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去用 卡夫卡onPausa这么一个插件 那这个插件是什么呢 这个插件它是在Pausa之上去实现了卡夫卡的协议 也就是说我可以把Pausa伪装成一个卡夫卡 然后客户端直接连到通过这个卡夫卡的协议 连接到Pausa来用就好了 生产者消费者都可以无缝的做一个迁移 那这个项目的话 它兼容的卡夫卡的协议是在1.0以上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点一下这个Github的链接 去看一下具体的详情 那我们引入QOP之后 这个就非常好 首先它架构是完全不需要变动的 我只需要卡夫卡进来 然后装好QOP 那之前的我的数据的生产者跟消费者 该怎么消费就怎么消费 就完全把Pausa当成一个卡夫卡来用就好了 但这个架构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Pausa的一些特性 可能你没法灵活的使用 因为你受限于卡夫卡的客户端的协议 还有一些比如限速限流 我们不能去直接用Pausa之前 它在NameSpace Topic级别做的特性 那我们就再来看V2的一个架构 那V2的架构就是我们就把Pausa当Pausa来用 不去把它伪装成卡夫卡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在Filebit端 我们去可以装一个Pausa的output的插件 也就是Filebit感知Pausa的存在 它就往Pausa写 然后在logslash这边 我们去装一个Pausa import插件 那它就是从Pausa拉数据 那我这里也放了一下这几个插件的地址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 那Bits的话我们提供了一个output的插件 logslash的话有import跟output的插件 那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些其他的思路 像Pausa的话还有一些周边的生态 比如Pausa function 是我们提供的一个轻量级的计算引擎 那这个引擎它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比如它可以去做一些轻量的数据处理 做一些数据丰富 数据过滤 数据脱米 或者一些统计分析的工作 那它的话是可以直接运行在Pausa机群里的 当然它也支持说你运行在比如其他的环境里 比如在K1S里面 或者说自己完全独立的去跑 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但它的作用就是从Pausa的topic 处理完之后再写到Pausa另外的topic中 那这个是function它的一个定位 所以说你不能期待function 我可以从外面的一个数据员 比如从数据库里读一些数据 然后呢再写到这个yes里面 那这个它是做不到的 它是在Pausa的这个生态里 从一个topic到这个从source的一个topic 挪到这个synctopic里面 OK那这里也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你可以去比如从多个topic里面去读 然后呢处理完之后把它写到一个目标topic中 那你的中间产生的日志呢 可以把它再寄到一个logtopic里面 这样你整一个function 你想去定位问题或者分析的时候 就相对比较容易 OK那这里的话其实 function我们通过多个function之间的协作 我们可以去完成一个 类似于这种pipeline的一种数据处理能力 那这个能力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functionMesh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已经开源了这么一个组件 叫做functionMesh 那你可以通过functionMesh在KVS上 快速的去编织多个function 类似于你可以去放一个这种DG的图 然后这个不同的节点 做不同的处理 那最终你的处理的这个结果呢 就输出到一个sync的topic里面 那在pursa function之上呢 我们就提供了pursaio的这个能力 那这个io的能力 它就相当于扩展了这个function的一个边界 那刚才我们讲了function 它一定是在pursa的这个生态里面的 从一个topic到另一个topic 那pursaio它就可以跟外部的系统做整合了 比如我们有sauce的这个插件 有sync的这个插件 那sauce的这个组件呢 它就是去从比如从数据库 或者从s3或者从文件系统 我们把一些数据做一些采集 处理之后写到pursa里面 那sync这个组件呢 就是我从pursa的一个topic里面 把数据读出来多写处理 然后再写到其他的组件 比如写到数据库里写到es里面 ok这个就是pursaio它的一个能力 那pursaio它的一个运行 也是支持的比较广泛了 你可以在直接在pursabroker运行 也可以在k8s里面运行 就本身它也是有多样的这个运行时 那目前有的一些pursaio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地址 那常见的一些比如mq或者database的 或者说s3这些cloud storage的source和sync 其实都已经有了 那有了这一些之后 我们的这个日制场景的架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其实可以把logsdash这一层 去用pursa function pursaio给换掉 当然filebit这一层 其实你也可以考虑 用pursaio的这个文件的这个 读取的source来替换 那我们基于这个pursa function io从pursa获取数据 做一些轻量机的处理 然后再写到这个es中 这样我们的整体的架构就又往前走了一步 OK那这个就是今天演讲主要的内容 我们去 首先我们去了解了一下现有的这个日制架构 常见的ELK架构每个组件它的组成还有作用 然后我们引出了消息对裂在日制场景中的作用 以及我们对于一个消息对裂功能性的要求 那相比于我们又对卡夫卡跟pursa 在这个不同的功能性上做了一个对比 那有了pursa之后 我们的日制场景的架构会有一个v1v2v3的一个迭代 那希望今天的演讲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那有我们社区的pursa的公众号 还有我们公司的stream native的公众号 以及这个pursa bot 那你加这个机器人之后 它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 最后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和我交流 谢谢 谢谢